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财富指挥官 财富掌停板 而且要非常感谢我们国内的限制交易制度 各位注意 那么国内的限制交易制度 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 他一旦限制交易的时候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们今天又很轻松的 一直等到你限制交易 我真的很喜欢 未来会被限制交易的股票 我们事前能够卡位 如果在100块附近 就已经先行卡位了赤罐 到今天限制交易把它卖出去 轻轻松松的 4到50停板 50%以上跑不掉 如果说各位看到没有 昨天被限制交易 3373昨天被限制交易 那么24块钱附近卡进去了 在昨天你限制交易 我再把它卖出去的时候 各位包含9919的康大香 这个操盘实在太轻松了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 今天来我要先跟各位讲 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散户朋友 怎么样去掌握住最热门的股票 散户朋友 怎么样卡位在热门股之前 请你注意滚动操盘法最重要 请你注意 台湾股市今天既然有时间的话 我就来跟各位谈谈什么叫限制交易 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 从这里杨智有没有被限制交易 有了 具有有没有 有内 心鼎有没有 有内 汤大香次贯每一档都有 如果你能够卡位在整个一个上涨之前 卡位到最强势的股票 最强势才会被限制交易 然后在限制交易的时候 轻轻松松的把它给卖掉 说不定明天育民也会限制交易 说不定明天慧阳也限制交易 或者正德也限制交易 那不就是各位最近赚钱最好的模式吗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股票市场里面 谁能够找到主流 谁就能够每天掌握住 舆论最大的一个利润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今天来还是跟各位讲 来 今天第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你看我的节目跟别人最大的不一样 我说过各位 散户最重要的 是彼得邻居教你的 不是巴菲特教你的 这是彼得邻居 是巴菲特的师傅 那么这是巴菲特教你的 那么彼得邻居教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滚动操盘法 什么叫滚动操盘法呢 阳制最好的时候我有阳制 现在有没有 没有就好了 没有你管他现在要盘扯 要在那边痛苦那是啥事 心灵最好的时候我们有心灵 各位看到没有 这是彼得邻居教你的方式 今天电子骨再拉回了 具有最好的时候你有具有 康纳香最好的时候你有康纳香 治冠最好的时候你有治冠 这是彼得邻居教你的方式 但是巴菲特教你的方式呢 各位注意 彼得邻居是师傅 巴菲特是徒弟 两个是不太一样 因为彼得邻居大部分在带散户 就是像我现在在讲的 那很多人说 哎呀你只要抱住一档股票 然后一直抱一直抱就会赚钱 我随便画一个图形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来我们比这档股票就好了 双红是不是好股票 当然是好股票啊 问题是你从七月份抱到十一月份 这四个月你有赚钱吗 没有啊 一直要等到十一月份才会赚起来嘛 那你十一月份买就好了 干嘛从七月份买到现在 甚至很多人一震下来之后 可能就挺损了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我还是告诉你 这档股票绝对不是坏股票啊 这档股票这一段叫甜蜜段啊 这一段叫做什么 叫做痛苦的苦涩的难过的阶段啊 那我甜蜜段的时候 你要想办法跟上我 一百六十赶快出掉 而且全台湾只有我完成的这个工作 但是呢在苦涩段的时候 很多人不知道苦涩段的来临啊 很多人在苦涩段的时候 哎那好一点呢 还有像这个三三二四的双红 给你出个头天 让你开心一下 不好的 到现在为止还在痛苦 不好到现在还在痛苦啊 所以今天我来第一件事 还是要跟各位讲 你说老师 你为什么可以在今年的时候 做到所有头顾里面 所有头顾老师里面 唯一没有被套到 伪创音乐达广达的 就是因为我用滚动式操盘法 就是因为我散射停损停利啊 在这么多人要进去买的时候 我当然要退场嘛 同样的 在这么多人要进场去买的时候 哎2606按我们自己的 这么多人进去买的时候 我当然要退一半出来啊 明天开高我跟你继续拼啊 明天要是开低的话我就走人啊 但是这一段赚起来的时候 不就是最开心吗 但是重点来了 我们有没有卡位在市场的前面 我是不是在市场之前 就已经在注迹这件事 就已经在告诉你这件事情 这就是我的厉害 你不能两厉害两个字 厉害要往脸上贴金 况且我脸上现在撞得黑青 没什么好贴金的 能够有精快贴一贴最好 我们必须要这么说 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诀窍所在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昨天我的节目两个重点 等一下我们也会再谈到 各位注意啊 我说啊 这个英伟达公司呢 现在变成是一个喇叭型啊 这个喇叭型的话 每次震荡哦 拉到高点的时候 就会有阻力要出股票 拿小的这一讲 不好意思讲 你真的会讲黄老师太准了 注意哦 辉达的这一段叫甜蜜段 还没涨到400以前叫甜蜜段 等到400以后开始上下上下一直震 400 400 350 500 这样子一直生地震 上次已经震到380 这次可能要震到350了 那越震越大 为什么 因为越震的大他才能够卖得掉啊 结果呢 不久之前 比黄仁勋更大的股东出了一次 黄仁勋出了第二次 今天呢 你是不是看到大股东又在出股票 所以很多人跟你讲 辉达要涨到700 辉达要涨到800 将来五年之后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说 就连黄仁勋他们这批大股东 现在涨到500的 他们现在都在出啊 我这张图看得更明显 这叫大喇叭型 有没有看到 结果今天又跌了3.32% 所以为什么 在我的过程当中 我常常跟各位讲 我常常会掌握住行情的低点 我常常能够掌握到转折 甚至我常常能够告诉你说 甜蜜的那一段在哪里 我第二阶段可能会跟你提到说 各位注意 伟创音乐达 广达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了 接下来你要面临这三天 第一天很难过 第二天更痛苦 第三天会非常痛苦之后 突然间看到后天的太阳 已经要进入准备断头的情况了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 股票市场里面 我们说过 按照我们滚动式操盘法 就是拒绝套牢了 甚至我们有点拒绝等待 我做股票不等待的 我做股票不等待 我宁可人家跳上来 结果你们老师每个都说逢低买 每个都追高 我的股票最大的绝窍就是逢低买 我从来没有追高 你追高的下场可能就是这个情况了 对吧 连续两天下定领很好很好 域名不好域名不好 可是各位看到没有 域名一路上 带领整个航运股一路冲上天 带领整个航运股一路冲上天 哪里不好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还是跟各位讲说 你老老实实的跟我做 其实起码是做这四个字 你买域名的时候 可能全台湾人都还没买 这样够了吧 够不够 刚成底型 刚成底型 而且该转折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转折了 这一次 尤其是各位看到 今天跟这两天当中 美国股市开始拉回了 美国股市开始拉回的时候 你没发觉 11月29号我就跟你讲说 请你注意 非AI也会涨 这个时候我已经把电子股 该卖的都去掉了 这样够不够 我只把所有我们在这里面 所呈现的理论的 跟想的一个方式 都跟各位讲 各位注意哦 再次跟各位来强调 彼得邻区的滚动式操盘法 有人叫我改名 改什么名字 因为我只做甜蜜段 说老师你可不可以改名 叫做甜蜜蜜操盘法 比较好记 好啦你要这么讲也可以 甜蜜蜜好不好听 很好听哦 各位注意 那么滚动式操盘法呢 跟这个所谓坡段只进不出 滚动式的只做 长得最快最稳的那个甜蜜段 优点不会抱上抱下 三三二四对不对 我们举这段很快当例子 这段遮起来 你是不是抱上抱下 一场空啊 你真的全部人都从七月等到十一月吗 我不相信了 永远抱都四到五档股票就好了 不会一抱二十档 停损停力不套牢 每次抓三支停满就好了 胜过大波段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低档介入就是我最好的方式 我就只告诉你这句话 因为只有低档介入 你才可以介入甜蜜段 因为只有低档介入的时候 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涨了两支停满了才107块 在这里而已啊 才能够有机会一路上网上 等到今天你说我不卖它 我实在是觉得我也不太可能不卖了 就算我不卖我会员朋友也受不了了 老师啊这二十分钟交一盘怎么办 我说啊随便啦 要卖就卖吧 可以吗 这样从110块到192块 中间虽然跳了两支 但是后面马上又接回来 各位看到没有 来谁最早告诉你说 这波疫情 当时很多人跟你讲 这个疫情一点都不好 但是我跟各位讲说不对哦 这个疫情还会再次发生啊 只要你切入点够 来29块半 甚至当时应该是27块附近的时候 钱进去了让你去找好不好 可不可以基本上上来 是不是又是你的钱 股票市场就是靠这个赚钱嘛 怎么会有人说什么哎呀 你怎么一下子会有生气股 一下子会有这个游戏股 一下子会有这个航运股 我跟你讲一件事 这才是对的 因为这叫滚动式操盘法 我也可以告诉你 下个月我可能又有电子股啦 我只要等你这段上来的时候 我再做就好了 对不对 假设啦 我们现在假设这个双红 从这里长上去 我真的又喜欢它了 那我就去做嘛 这几天难道我看不见吗 我当然看得见啊 只是你觉得我们就从这里五十块算到六十七块好了 你觉得它涨得比我的域名多吗 没有吧 我也是五十块 涨到六十块半了 你又涨得比二六四一多吗 没有啊 又涨得比松瑞多吗 所以股票市场要在什么时间地点 做什么样的股票 我们希望所有朋友今天来 我还是把这个方式推荐给您 而且呢 大盘等一下我会讲你不要太紧张 而且现在来讲的话 第一个疫情可能也还没结束 还有咧各位 大家对于散装航运 今天真的太热情了 好可惜哦 你不要这么热情的话 我可能还可以继续做 但是很多朋友假如你今天才去最散装航运的时候 你看看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这个事 我说十一月六号的时候 澳洲总理爱班尼斯跟习近平见面 他们已经接近四年没见面了 当初的澳洲因为不卖煤给北京 那同样的北京就不给他买龙虾 也不给他买葡萄酒 那北京现在最想买澳洲的煤 是因为冬天到了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那么两个第一次见面 我说习近平在政敌死掉之后 在团派整个结束之后 就像当时的邓小平 会有一段开明的一个政治出来 亲爱的投资朋友 会有一个开明的政治出来 会有一段开明的政治出来 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散装航运 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些散装航运 所以包含这些散装航运以外 我顺便还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 有老师 那今天散装这样震荡 我不但继续看 我顺便还继续跟你说 我也准备看好货贵三雄 那么你如果说从散装航运上面 有兴趣的你可以跟我 那政策概念股呢 这个最好 第一个 今天各位看到没有 上次跟你介绍 实在是来不及每一天都去做它 后来冲掉了 但是今天要涨停 还有没有低档的 有 所以政策概念股 是这个月最重要的一个主导 所以欢迎各位 每一天你都可以找到很好的股票 在目前资金在找股票的情况之下 每一天都有好的股票 而且会赢就是好股票 不一定要做电子股 我就这么跟你讲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换股你就不会套牢 这就是我现在要跟你讲的模式 明天从这里下手 每一天你都有一个新的开始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这就是所谓甜蜜蜜滚动式操板法 愿意的请你赶快跟上来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东乾坤 市场只有5%的赢家 95%的节目都是宣传 90%的资讯都是无用 85%的新闻都是重复 浪费人生就是浪费赚钱的时间 一线谢天机唯一支持黄老师 并打透过黄老师天机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RSI九大要领 急迫指标盲点 太弱换墙 让您改变散户的命运 运达透过02-2781-0909 2781-0909 市场只有5%的赢家 95%的节目都是宣传 90%的资讯都是无用 85%的新闻都是重复 浪费人生就是浪费赚钱的时间 一线谢天机唯一支持黄老师 运达透过黄老师天机专线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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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透过真心照顾 我想担任国民法官 但我不在的话 谁能照顾我们家小宝 不用烦恼啦 为了让你安心参与 国家会提供临时托役喔 那妈妈可以安心的当国民法官呢 对啦 那是一家有金帮我装一袋了吗 有啊 有啊 谢谢 国民法官希望您一起参与 每天来跟各位讲股票 讲久了还真的不知道跟各位讲什么 因为很多事情我已经在节目上面 在前面的节目上面呢 就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各位讲过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那么11月1号的当下 11月1号的当下 我相信啊 这几乎是这个行情里面最重要的关键 因为等到后面涨了382点 你追都不敢追啊 那么11月1号的当下 各位看到没有 当时的台股还一直往下跌啊 但是呢 假如你回头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我们从日本指数上面来看 11月1号在这里啊 日本指数当天涨了700多点 而且已经连续拉出两根红黑棒了 从美国的道雄指数上面来看的话 已经拉出三根红黑棒了 那请问这叫什么 我是不是讲得很清楚啊 我说这个行情里面 假如你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台湾看得太小 千万那个时候很多人跟你讲说 哎呀 这个股市呢 台湾完蛋了啦 那个台湾是特别弱 看到没有 我说牙股涨台股下跌 这种状况之下 这叫洗盘片线啊 往上 往下洗盘往上片线 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 往下洗盘啊 往下洗盘 台股不涨啊 往上片线 那请问各位一件事 我们把事情倒到昨天早上好了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们要用电子股来表达 电子股最相关吧 你能不能想出来今天电子股要拉回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说过电子股 人家说我早卖了几天 真的吗 费成半导体已经一个多礼拜没涨了 你说老师你有没有早卖了 你有没有早卖了 早卖不会怎样 我买才会有事啊 我在卖的时候你跑进去买那才会有事啊 我在卖的时候你跑进去买那才会有事啊 标股有三支做一支就好了嘛 还有呢 你手上的东西都在教你啊 你手上的东西叫什么 叫做台币啊 所以彼得林曲讲得非常好 处处留心都是学问啊 大块夹我以文章啊 你自己手上的台币怎么涨跌你自己不知道 我跟你讲说已经开始出现背离了 已经扁了 而且我是在前一天黑K棒的时候就通知你了 所以转折是你必须要第一个先知道的情况 你知道转折的话 你这个行情你完全就不会怕它 完全顺风顺水 它往哪边转你就往哪边做 大盘在指数在大涨做电子股 指数盘整呢做政策概念股啊 不就是这样吗 指数盘整的时候做政策概念股啊 习近平要振兴经济这也是政策 习近平要振兴经济这也是政策概念股啊 有的时候2612的中航比较好随便你啊 我都没差你几下啦可以吗 对不对 所以该转折的时候我也都告诉你怎么转折 其实我的节目转折是最准的 我相信你看我节目应该是这一点最佩服啦 我直接这么形容啦 因为我没看到一个比我更好的 我自己讲也没关系啊 因为不然你拿出你的节目跟我比嘛 我在这个7月31号跟你讲伪创要空耶 你叫全台湾哪一个老师敢跟我比赛 全部在这个地方都说 没关系我们续报我们续报啊 这叫什么 这叫做抱着等他上涨的方法 波段操盘法 他们称之为波段操盘法 波段操盘法一不小心的时候 就抱到一个什么 抱到一个从楼上降到楼下的 当年还抱够潜水艇啊 对不对 整个抱成潜水艇了 现在至少呢 从楼上抱到楼下 说不定要抱到什么 抱到一半了 还好它是电子骨 不会说全部跌到光光的 但是跌到一半也很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 这不是波段操盘法 基本面非常好 一定会涨上去 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方法呢 我说过各位 你要用什么 用我这个所谓甜蜜式的滚动操盘法 甜蜜段加甜蜜段 甜蜜段甜蜜段每天都是甜蜜段啊 做错了那一档把它换掉就可以了嘛 不就是这样子吗 云品我们也是在那个什么 他们要教 那个时候 我忘记了 在那个金月饭店见面的时候 赶快把它换掉 就做股票就是这样做啊 这样你才能够掌握住行情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那你也不可能说 老师来 如果我要跟各位用吹牛的方式 或是什么波段操盘法 你看我就8227的 具有科技 我从这个什么 二月份75块就给你介绍了 到现在286块 那我理解是这边盘整多久 两个月 这边呢 从230跌到多少 跌到160啊 跌有50块啊 你怎么受得了 对吧 所以如果从头报到尾 我也不好意思讲说不可能啊 你中间这段 你就算你抱着会员都会打电话来骂你 等到快要涨的时候 我们再来不就好了吗 前面赚40%归40% 前面40%是前面40%的会员啊 跟你也没有关系啊 跟你有关系的是 你等到这个时候 也就是等到今年11月份的时候 才来参加的人 对不对 等到11月份才来参加的人 那才有用啊 那才有用啊 对不对 哈啰 对不对 伟创 来 我跟你讲说伟创 你看我在这边啊 哇不得了啊 70块钱到了161块 涨了90块钱啦 跟你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结果这边通通没卖咧 跟你就有关系啦 我说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掉下来 因为 英伟达的董事长黄仁 见了谁 见了刘洋伟 所以你要去买谁 买鸿海家族的伺服器啊 这是不是就叫做赶快换股啊 这个跟这个啊 那请问这样换对不对 是买伟创队 我现在不要拿什么跟你比了好不好 你说老师 你拿我的伺服器不好 你老师拿 老师拿你的IC设计跟我比 那不合理 伺服器比伺服器 要不要换 怎么都没人要换呢 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 后来开始涨到IC设计的时候 你也会有 这就是你操作股票里面 最重要的基本模式 然后呢 11月29号的时候 刚才这些 全部都放回去口袋 赚一支停满是10% 你看一下这个股票不行 你最多停损个5% 6% 怎么可能会不赢 股票市场里面就是赢多输少 你就会赢嘛 甚至我还敢跟你说 注意哦 这一次呢 航海股在低档 你说老师你怎么这么勇敢 现在没有人敢说万海会长 前几天也没人说玉米会长 我就说说看嘛 有涨上来就是大家赚嘛 没涨上来就把它换掉 不就这样子而已吗 你说好啊 1514的雅力 当时在说的时候 每个老师都说他有说啦 我跟你 我就直接讲 我们赚的比较少 可以吗 赚到这里我就落跑了 可以吗 他今天又多了一根 好了算了 没关系他多一根 我再找新的嘛 我再找还没有涨上去的嘛 不就好了 股票市场不就是这样子 有这么多股票 你生怕什么跑掉是不是 会找股票跟不会找股票 差这么多就在这里 刚才那张跑进来 低档的一个重电概念果 所以你看到没有 哎哟 老师啊 我好怕做不到AI 你把它换成这个6933 不就很爽 你把它换成8277 不就很开心 8277 8227 不就很开心 甚至这几天换他们又整理了 那我们换成这些所谓的 这个这个 这是当时伪创的